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被形容是世界工厂 不过中国大陆这几年下来经济发展 像这样的标志地图有被改变吗 那么为什么电动车被美国跟欧盟客高关税 难道产能过剩又出现了吗 还有去年以来这个新直升产力 这新的词汇目前被高度讨论 会有具体的规划方向吗 刚开始许多提问 在15到18号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 那么外界也认为中国大陆目前处于经济下行 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 经济预测中心主任苏明德来观察解析 非常欢迎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先从这个中国大陆最近所公布 第二季经济成长率4.7% 那么再往前看就是在第一季 经济成长率5.3% 算算平均成长5% 那么尽管外界其实都有人会半开玩笑说 这经济数据参考就好 不过就实际情况来看 其实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前两任期间 有所谓的李克奖指数 就是去年刚卸任也突转心脏病逝的国务院总理 他所握的资料 有人说是比这个GDP更具参考指标 尤其目前也正是中国大陆十四五规划期间 就是指的是2021到2025年 其实它是补设一个具体GDP的指标值 还特别使用了第一次的GDP年增长 平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各个年度就视情况提出的一个表述 好探讨着经济数据变化 好像又更不具重要性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处于经济下行 又是一个从十一五啦 这个五年一次启程推动目标 那么GDP我看起来 它的确是往下走的 因为十一五规划定7.5% 十二五规划定在7% 十三五规划6.5% 那今年三月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定出成长5% 所以我们就从这官方数据来看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经院是长期来观察 如果以中国上半年经济成长 有哪些数据消涨呢 特别具有关键影响 我的节目当中讨论最多还是房地产 好像看起来就是起步来的感觉 主任 是我想您刚提到李克强指数 我们把李克强指数给拆开来 因为指数是很多指标的综合 是我们把李克强指数给拆开来 第一个是铁路货物运输 那中国大陆他最近公布的数据 5月份的铁路货物运输 年增率还有4.7 他最近大概在今年的后面两个月 大概都是正成长 所以铁路货物运输 大概只有其中一个月掉下来 其他都正成长 代表现在物畅其流 东西还在运输 第二个是用电量 他们的用电量从解封之后 用电量都是正成长 然后现在一直到5月 他的用电量还有年增95%以上 所以他的铁路货物运输跟用电量 用电量代表你在开工 或者一般民众也都在开冷气 使用电器 所以用电量是正的 铁路货物运也是正的 代表他们工厂有开工 商品也在运输 所以在生产端 消费端没有问题 那这个李克强指数 还有一个是银行贷款年增率 那这个就下滑很多了 解封之后大概都是付的 5月份的数字掉更多 大概掉了三成 那为什么银行贷款一直少那么多呢 因为大家都不买房子 不但不买房子 甚至提前把银行贷款给还了 所以这跟不动产有关系 因为前两年政府打炒房 现在民众可能短期之内 也不太容易回复信心 那不动产占中国大陆 整个经济的三成 然后占他民众财富的七成 只要不动产一步好 当然经济大受影响 所以李克强指数 他其实最近这几个月 大概就是平的 然后呢 大概最高的时候 大概2024年 第一季是7.8 然后最近飙到6.6 那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房地产依然低迷不振 所以光靠整个其他经济 基本面正常运作 也挽回不了这个三成的跌幅 好 问一个 其实也许是中国大陆官方 他们才做了决定 不过外界还是会很好奇 那上半年的情况 房市还是拉不动 政策可能还是会再推 有可能 是 不动产 他们前两年好不容易打下来 所以最近这些政策 好像立刻要把不动产 给推上去 一 政策上没那么多 第二个是民众也不太可能 这个时候又跑进去买房了 因为前一阵子的房地产 下滑也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从北上广深 这几个大城市的房价来看的话 广深跌的比较多 上海跌的没那么多 最主要是因为 广州深圳这个广东 它之前是珠三角 它很多都是传产 劳力秘籍产业 那做包包 鞋子 玩具 洋娃娃 手机组装 笔电组装 这个很多 那这一类的公司 现在很多都搬到东南亚 或印度去了 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搬走 所以在广东这个地方 深圳 东莞 广州 它的房价下滑比较明显 但上海就没有掉那么多 因为上海做的是 手机上游的半导体或面板 它目前还有很多高科技产业 像电动车 面板这些产业 它并没有走 因为现在你要搬到东南亚 他们的技术 供应链 都不够成熟 它还在中国大陆 虽然它的生意也没以前好 但至少它的工厂没有走 外籍的干部或外籍的老板 都还在那个地方 所以房地产就支撑 所以一样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你也不能说一概而论说 它全部的房地产都往下掉了 可能在乡下地方 或者在南边的 尤其在广东这一带 因为它的产业结构的问题 所以珠三角外移的比较厉害 房价跌比较多 但长三角 它还是中国大陆一个内需 很重要的市场 另外它很多里面都是高科技产业 然后未来的绿能产业 这些产业并没有走 所以这个地方的房价就没有跌比较多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它那个地方那么大 你要切割一下 没有错 不过中国官方数据是显示 在六月新住宅的房价 年减4.5% 是九年来最高速的跌幅 虽然产业别是不一样的 他们提出一些政策 像上海有所谓以旧换新 但是他们所提出可以买的地方 还是在比较外围边陲的 所以产业是还蛮重要的 接下来要谈一个消费 买东西还是会买 但是似乎会显得比较缩手 如果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 他们公布的数据 一到六月新年社会消费品的 零售总额人民币23兆5900多亿 是有增加了一些 不过增速要比一到五月 稍微放缓0.4个百分点 就台经院你们所长期观察下来 这个消费是不是还是疲弱不振了 没有办法起来 因为这个可能原因很多 包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或是甚至说就是失业了 因为最近还有一些数据 告诉我们有些城市 领失业金的还蛮多的 但是官方就说要退回 这个是很难想象的 在消费的部分 就像我们刚刚把房地产拆开一样 你可以分为有钱人的消费 跟一般民众的消费 他一般民众的消费 这种衣食住行 他最近这几个月是在回升 但是比较富有的民众 他们的消费反而在收手 因为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我到上海去看我的同学 我同学在那边工作很久了 他说过去大陆这20年 第一个房地产公司都赚很多钱 所以房地产仲介 年年奖金都拿很多 还有金融同业 你知道大陆的金融业 以前很赚钱 利率那么高 然后人民币年年都在升值 所以大陆的金融业 以前奖金也很多 这是第一个房地产跟金融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之前的科技 也发展得很快 所以以前中国大陆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房地产金融业 因为奖金拿得多 消费能力也强 所以他们买什么都不手软 年年都要办出国旅游 然后买金品 到国外去扫金品 那时候到台湾来也是这样 但是从这两年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房地产整个就下滑了 你那个房地产仲介 现在还有工作就已经不错了 不可能拿以前那种奖金 金融业你最近看到 都在要求金融业减薪 倒没有什么大规模财源 但是每个都要求 你的薪水不能拿那么高 奖金不能拿那么高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有钱人本身 他们都是房地产的持有者 房地产价格往下掉 他的财富受影响 第二个 他现在就算能出国旅游 他也不会买那么多金品了 所以现在能够搞个 新疆北疆旅游 阿乐泰去旅游 旅游已经不错了 这个时候出国就不必了 所以他们的有钱民众 现在消费比以前更紧慎 我再举个例子 现在的欧洲金品 比如说劳力士手表 法国人那些金品 现在卖的都没有以前好 以前中国大陆 经济表现很好的时候 这些人出国就扫表 扫包 但现在因为表跟包 他们都没有再扫了 买的意愿没有之前低 目前大多数印度在崛起 东南亚崛起 但是他们的消费能力 跟中国大陆 目前还有差距 他买不了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欧美金品 价格都在往下掉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的消费 也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房地产一样 你把它切割开来以后 你就发现 之前过去20年 他发展最好的 比如说住行 跟这个行业有关的 盖房子的 卖车子的 或者是金融业 他们的薪水收入高 所以花费也当然高 现在他们都很谨慎 其实中国大陆 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有钱人 他们都把钱存起来 准备要过冬 不消费 光靠一般民众这种消费 当然消费是很稳定 该吃吃该买买 但是消费要像过去那样 大幅成长 就会受限 另外一个就是 以前大陆观光客到哪边 都是人家觉得 到哪边都会买 现在看起来比较谨慎 比如说像 4月底5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我一直有我看错了 因为我去上海 逛南京路步行街 大家如果现在 最近看那个繁花 那个大陆电视剧 都在讲步行街 就记得 那个街上都是人 可是我到旁边的 百货公司里面没有人 他的人都在街上 然后我本来以为是 我的错觉 或者是说 这中国大陆民众觉得 那个百货公司 可能都唯有企业 然后摆设比较旧 或者是态度比较不好 不想去 后来我看到 报照媒体在报导 大陆民众现在是逛街多 真的买得少 如果是做这方面 生意的台商 或者是企业 他们就会感觉到 比较痛苦 但如果你是做那种 一般民生的 大概影响 都没有那么直接 好 非常谢谢我们台经院 景气预测中心主任 孙明德再跟我们谈到 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 如果以今年上半年来看 刚一刚开始提到的是 房地产 记得是在消费 你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有机会到上海 亲眼目睹 中国大陆的消费的行为 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也是媒体有这样的报道 怎么样来看呢 就是外资就外商投资 中国大陆在去年 2023年的时候 有数据是说 哇 已经大幅的这个衰退 这个资金流出中国大陆 这个形容词 听起来都还蛮令人震撼的 比如说 2023年流入中国外商 直接投资FDI 只有330亿美元 跟2022年相比 暴跌了百分之八十二 主任您会怎么样来看 这个外资 目前是处于比较审慎吧 对于中国大陆投资 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我想外商投资 过去这五十年 占整个亚洲本来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换一个地方 因为最早是日本 在1960年70年是 外资去日本特别多 然后接下来日本跟美国打了贸易战 而且日本的房价高薪水涨 后来那些厂商就开始转移到 亚洲四小龙 台湾 韩国 香港 新加坡 然后因为他们的地方很小 一下也就饱和了 工资也就上涨了 所以在1980年后期 1990年 这些企业就往中国大陆跑 中国大陆经过这20年 快速的经济成长以后 这些制造业慢慢发现 它的工资 土地的成本 政策的改变 也不太适合他们现在 在搞那些低附加价值的 劳力密集产业 所以又往印度跟东南亚走 所以如果你把时间拉长的话 中国大陆现在遇到的产业外移 是当初亚洲四小龙 日本全部都遇到过的 印度跟越南 当然现在外资适宜过去了 再过10年20年 他们也会走 他们这些就是竹水草而居的一种外资 所以这种外资 不用把它当成世界末日 当然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是促成这些外资 比原先预期要更快转移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现在从中国大陆卖的东西 在美国那边都有磕关税 磕了65% 所以当然受影响 然后如果是川普 因为这两天大家都知道 川普现在当选的几率越来越高了 他一旦当选 说要把中国大陆的关税调高到六成 我那个调下去 厂商要跑得更快了 所以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越来越少 一在历史上 在整个产业的循环上 本来就有机可循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其实加速了这个过程 不过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不用那么多的外资了 因为外资对他来说 其实可能技术的成分更重要 资金 资金中国大陆并不缺资金 他自己手上就有8000亿的美债 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这么多 其实他并不缺资金 缺的是技术 所以过去的外资进去 也许在1980 90 他缺外汇的那个年代 他又要你的技术 又要你的资金 但现在其实资金本身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现在外资没有来了 那他本地的资金 能不能找到新的投资管道 比如说投资电动车 或者是大飞机 或者是高铁 这种具有未来性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外资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技术 而非那个资金的本身 所以你只看那个资金多或资金少 好像没有过去多 但是如果你的来的资金很多 结果每个都是做包包做鞋子的 那也没什么意义 你的资金来的虽然少 但是来的是研发中心 你知道研发中心并不需要很多钱 但研发中心盖下去以后 很多高科技的人才会来 那对你的经济帮助比较大吧 所以外商直接投资 当然用金额来看的话 会是一个买厂房买土地 一个实体资本的一个好的衡量指标 但是对于那些比较先进 正在希望经济要转型的这些国家来说 那个外商资金的素质不是很重要 不是量的问题 是值的问题 如果来的都是那种高科技的公司 是明日之星 搞AI的 那个就算金额不大 我都欢迎 但如果来了又是给我做包包 做鞋子的 组装厂做一堆的 那个不是中国大陆现在需要的 所以外商投资没有以前多了 然后我们的台湾很多媒体讲的也对 他没有以前吸收外资的能力这么强 台湾后来也是这样子 台湾后来经济有垮掉吗 好像也没有吧 因为我们后来发展半导体 然后半导体有赚了很多钱 把自己赚的钱投资在自己身上 他并不太需要那么多的外资来 我为什么一直举这样的例子 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20年前的台湾 30年前40年前的日本都遇到过的 所以他现在可以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的经验 怎么样去做这个产业调整转型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把外资的金额多或少 看成最重要的指标 现在要种植不重量 要看它的是带来什么技术 而不是带来多少金钱 金钱今天来明天就走了 没有什么用 好不缺钱了 但是很要紧的是技术是不能够吸引进来 所以我们看中国商务部官网在7月12号公布 一到六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两万六千八百七十家 其实是有增加的 年增14.2% 这外资直接投资金额四千九百八十九点一 亿元是减少的 主任的观察认为 其实如果说这个产业的投资是不一样的 不过看中这个资金就看它的技术 那因为刚刚谈了很多上半年 那我们先来看 那下半年的经济 目前看起来 不可能会马上就反弹更好吧 还是说你会怎么样来看 这样子的影响的变数呢 台湾早期在1970年80年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很少低于4% 但到了1990年到了现在 台湾经济很少到4% 所以东西大陆与其他每天都说 不保七不保六 那个数字有很重要吗 你看日本 现在外界对于日本的经济成长率 预估今年是0.1 去年是2 那有没有人觉得日本会亡国 好像也没有吧 因为日本是一个很成熟的经济体 日本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在1%左右 大家都觉得目前都还好 然后重点是 这个成长1% 是不是大部分的民众 都能够分享到1% 所以中华大陆 现在经济成长率 今年预估是5% 但重点不在这个5% 而是它那个值是什么 如果它现在这个5%维持的 是靠政策刺激 大量印钞像美国那样 然后大量的财政刺激 拼命减税 结果今天是维持5%了 明天洞就越来越大了 因为印钞印太多 货币会贬值 然后你的财政刺激越多 政府会没钱 假如他们现在还在依靠 过去那种大量投资 房地产投资 就算6% 7%我都觉得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但现在回缩到5% 既然你的房地产掉了这么多 你的经济还能维持4.8%或5% 那就代表你其他的地方有涨进了 有成长了 比如说高科技产业 或者是一些服务业 慢慢的它已经开始接放 房地产成为重要的支柱 然后也吸纳了一些就业 如果它是往这个方向转的话 我觉得就有帮助 他们现在三中全会或官方推出来的一些政策 是不是能够持续刺激 他们能够去转型 他的用人 他的就业 能够从原来的劳力密集产业 转型到高科技 还有服务业上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下半年的数字即使不好看 对未来来说长远都是好的 因为你要知道台湾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台湾在1980年 当时新台币大幅升值 然后我们有一个泡沫经济 当时台股涨了很多 房地产也涨了很多 就后来崩跌了 然后我们台湾那时候 大家也觉得完蛋了 然后大陆崛起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糟糕 但是台湾经过了十年的调整 我们的房地产泡沫慢慢打掉了 然后我们的很多产业砍掉重链 所以后来传产移走了 高科技起来了 现在你看到的台湾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风貌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 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 差不多就好了 这个时候还希望它有8% 9% 哪可能 它的量体这么大 它占全世界17% 它成长7%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它不用7% 4%合理 另外一个就是 能不能在结构上不断进行微调 从之前的外貌变成内外兼修 然后从之前的传产 变成高科技和服务业 如果能够用3年5年的时间 逐步去转换 那对未来来说 长远来说才是好事 OK这很重要 调结构 这个常常听中国大陆官员这么说 会怎么做呢 我刚提到 现在他们正在推145的规划 到2025年 那其实我有看到 他们的这个规划目标当中 有接触2035年远景目标 提到中国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 他们是朝这个大幅要升的目标 来迈进 那刚才一刚开始 我也有跟听众朋友说 薪质生产力 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有一些探讨 那如果对应这个中国145规划 再听刚才主任您这么观察 我想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产业 是它当前所需要持续 往一个有技术的 然后属于中国制造的 比如说电动车 就是其中之一 新能源是吗 2016年当时他们也提了一个政策 叫供给侧改革 然后后来就把很多小厂给关了 然后让他们做大做强 可是那一次的政策 到今天再回头来看的话 有那么成功吗 你会发现 煤矿 钢铁 水泥 石化 好像产能还是过剩 回想到当时不做不行 但是做了是不是效果这么好 现在又是新直生产 你会发现他们很多政策 都在供给上面打转 那在需求上面 可能他们觉得需求一直都很稳定 所以可能就是做太多了 或者补贴太多了 或者产业的竞争力不够 必须要太弱浮强 他们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新直生产力当然名词是新的 但是我觉得也是在供给方面 去调整产业结构 从台湾的经验 从日本的经验之后 负加价值高的东西 通常用人不多 比如说你看台积电 他用了几个人 他根本没有多少人 但台湾GDP或者是外销 都跟台积电有关 但是他用的人并不多 所以新直生产力 是不是代表未来的就业 能够形成这么多 这个词下面你第一个要注意的 如果能够既带动高负加价值 又要带动高就业 我觉得那当然好 但是目前国际之间 好像也没什么这种产业 你看坐飞机的 或者坐高铁的 能需要多少人吗 很多都是自动化设备 资本密集设备在做的 所以新直生产力 我想当然现在只是提到一个方向 等到这两天的三中全会 看看还能不能提更多 不过看得出来之前的供给侧改革 可能就是产业的整病 整合太弱服强 现在强的要让它更强 而且现在强不是国内强 是要跟国际上面比较更强 中国大陆有一些已经有国际水准了 比如说电动车 变成美国跟欧洲都要去对它磕关税 都怕它的电动车卖过来 现在他们对它磕这关税 其实反而是让他们自己更担忧 他们的传统汽车做得很好 电动车现在中国大陆 它现在根本你连它车尾都看不到 因为它现在做得越来越多 然后成本越来越低 特斯拉的售价比比亚迪贵 但是特斯拉整体的公司获利 只有比亚迪的一半 你知道比亚迪它成本控制有多好 未来如果它再到你这边设厂 再把关税给省下来 你跟它就更难竞争 所以我觉得电动车是一个 新直生产力的一个 可以当成一个例子 但是未来还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然后至于像太阳能 它可能就做太多了 像太阳能板变成做太多 然后价钱很糟糕 所以它现在还要到处卖 卖到各国去 然后也会引发各国的恐慌 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新直 你也听得出来吗 它重直不重量 数量不重要了 它现在要高品质高单价 所以未来我们要注意的是 那个直是什么东西 技术上面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现在在三中全会之后 要关注的重点 当然如果你真的可以把这一点做到的话 就不是什么产业 因为每个产业都可以新直生产力 对啊 如果你传统产业用到的AI 那就是新直 即使你做石化做钢铁也可以新直 所以新直我想不是只特定产业要新直 而是所有产业都可以用一种 更高附加价值的方式去经营 我是这样揣测了 但是还是要看他们三中全会 还有哪些具体的内容 到时候再来解读会更好 对他们四天结束之后会发布一个公报 我们再来看 就新直生产力大概会超哪些产业发展 的确像刚刚提到比尔迪 我看这个生产线上其实没什么人 就自动化生产 所以他的这个成本可以压到还蛮低的 技术已经到位了 最后要谈的是跟三中全会相关的 大家也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中国大陆宣誓改革开放很久了 如果说更早的话 1978年就邓小平之后 那当然这几年也有外界在观察习近平对某些产业有一些所谓的监管 主任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加强监管 监管本来就是要做的事情 只是说这个拿捏是不是相对重要 怎么样来看习近平从2012年掌权到现在经济政策对这个产业的管理好了 我想这个监管这个两个字当然听起来没错 反正就该管对不对 尤其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是不管的话他会野蛮成长 但是你上面的人是告诉人家是监管 但下面的人他执行上是怎么做呢 是不是他借监管为理由 然后去打击他的敌人 不管是在商场上的敌人还是政治上的对手呢 这也是我们最近这十年看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很多的企业 不像以前那样子敢勇于尝试敢勇于创新 他们现在都瞻前顾后的 我上次就有遇到台商的朋友跟我说 他说他们在2010年以前就跑去那边念EMBA 在大陆念书嘛 认识很多当地的政府的干部 还有认识很多当地的企业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觉得明天会更好 源于勇于尝试 反正政府没有说的我们都可以去尝试 然后做了以后赚到钱再说要管再管吧 但是这十年那个台商告诉我说 现在去你会发现当初他那些同学 现在跟之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瞻前顾后每天如惊弓之鸟一样 政府干部随时就怕 我今天帮忙了一个厂商什么 明天就被人家冠上什么贪腐的帽子 很多企业不敢创新 因为今天的创新 也许明天官方会觉得说 你又违反了我哪一条政策 比如说这两年你看到吗 电动玩具也要管 小朋友玩太多了 补习班也要管 这些在管的时候是不是监管 是然后你说他监管的理由对不对 好像也对 但执行的人他是照着一个好的方向 或者是好的理念去管吗 好像不是吧 上面叫我管就管 反正不管是321全管了 结果搞到大家补习班不能开 电动玩具游乐也不能做 所以你看几个惊弓之鸟打下来 然后每个人大家都不敢创新了 因为不知道今天创新 明天会不会又上了报 然后有些官员也不敢再过去像那样 鼓励外商来都要等上面的先说 我才能做 但是然后可能上面的 什么东西都给你规范好 什么都该说 所以我那个台商朋友告诉我说 他现在去大陆 他在看到那些朋友的时候 10年前的锐气风发 然后勇于尝试 每个人现在都跟金工真鸟一样 只怕明天被那个什么纪委给带走 或者明天做生意做了什么样 要被政府约谈了 每个人都这样子的话 整个的经济活力就不如以往了 只能说可能还有一些国际企业 或者政府支持的产业还敢做 那其他的 如果中国大陆不能百花齐放 那过去20年30年 他那个很多创造出来的成果 就会被打折扣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大陆领导听到我们这段访问 因为这是台商告诉我的 他们也可以自己想一想 上面这个政策 下面如果执行的太过严厉的话 到时候会把整个创新的氛围给弄掉了 是不是你要放宽一些 在监管跟创新之间做一个拿捏 因为你知道 以前的前苏联就是这样 他前面两个五年计划做得很好 后面都不行了 因为大家都要去吃大锅饭了 大家都觉得要等政府安排 没有人敢做出头鸟 所以中国大陆过去在30年 成绩得来不易 他们过去就是因为鼓励创新得来的 现在如果因为监管太过的话 伤害了那些企业的创新 或者是官员 想要积极鼓励企业发展的这种信心的话 未来会得不偿失 即使你有薪质生产力这种方向 他们也都不敢做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违背了 官方另外一个指令 所以这一点也是中国大陆 未来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地方 监管是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监管道的下面 它是怎么落实 然后很多人会拿政治口号 来做商业的监管 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没有人敢做生意了 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台商 也不像以前在大陆那么敢经营 前面不是讲很多外资不去了吗 台商这两年很多新的投资 都帮到东南亚印度去 现在反而是印度跟东南亚 在执行中国大陆20年前在做的事情 他们现在也在鼓励你创新 谁要注意一下监管的副作用 会不会伤害了创新的本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应该再做调整 中国大陆过度介入 监管原本应该是应该的 也是好事 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 反而会有些副作用 伤害到创新 那过去我们都说中国大陆处处是机会 那现在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变得这么的审慎 就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这是中国大陆想要走的一条路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湾经济研究院 紧急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 来解析中国大陆 当前经济所遭遇的一些挑战 当然未来要怎么来看 他们是不是会有些政策调整 还有哪些产业是可以来观察 他可能会有所谓的新职生产力的一个大爆发 目前二十届三中全会还在开会 能不能够提出一些比较新的政策做法 我们就持续来关注 非常谢谢主任今天您的解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咱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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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